大家好,绣球花养到现在的花枝条很多都已经长出来了 我这盆也是从之前的一盆光感的绣球 现在它的叶片又把这个花盆挤满了 在现在这个阶段的绣球呢 我们就要开始给它进行吹花了 绣球花在4月份往后就可以开花 那么我们现在给它吹花是比较合适的 如何正确的给绣球花吹花呢 相信很多花友也比较关心这个问题 第一个我们想要绣球花顺利开花 浇水方面一定要控制不能够长期的给它浇太多的水 适当的控养可以让这个绣球花它感受到危机感 那么它开花的时间呢就更短了 第二个补肥 现在我们要经常给它浇这个磷酸的青甲 甚至每一次浇水的时候呢 都往它里面带这个磷甲肥 能够快速的刺激这个绣球花 它的花芽分化萌发 那么最好的施肥频率呢 大概是5天左右给它来一次就可以了 把它稀释1比1000倍左右 就能够直接往它的盆里面浇灌去刺激它花芽的分化 第三个就是光照方面的问题 如果你养绣球花想要它更早开花的话 这个光照一定不要缺 如果缺乏光照的话 它叶片无法进行光合 作用光合产物就会降低 那么它开花就会比较困难一些 如果你也想让自家的绣球花早早开花的话 三个方面一定要留心一下 好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与点点栏目